就是播报 这个天啊 如果不能给我外套 又不给我拥抱 那请给我钞票 我有卡号 如今呢又到了 一堆老太太扎堆 在讨论如何让闺女 儿子穿上秋裤的季节了 我们小区啊 今天下去溜玩 就看到几个老太太就讨论啊 大家各输几件 最后啊 李老太总结了一句 她说啊 她们说再不穿秋裤 咱们就分三步走 断网 炖肉 家逼婚 招招必命嘛 是啊 跟老太太斗 还是太年轻了啊 老人嘛 总是有办法的 想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天着急上学 可是红敏金找不到了 我爷爷集中生智的 就把他的红裤衩给剪了 然后我就带着去上学校 我至今也忘不了 同学那异样的眼光 你们见过红领巾上面 写着福字的吗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糯米糖藕啊 所以呢 去爷爷家 经常就跟爷爷说 爷爷我要吃藕 我要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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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说你要藕啊 要藕去外面藕 含着有什么用啊 咱能不提这么恶心的话题吗 爷爷啊 现在呢 留着大花白胡子啊 我就问爷爷 我说爷爷 你长这么长的胡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把它放在被子里呢 还是被子外面呢 然后老人就开始失眠了 小区里的大爷啊 练太极拳子比较多 晨练的时候 一大爷呢 就跟大家讲解啊 说这个太极拳的厉害之处呢 在于他可以以柔克钢 我拎着一根钢管过去 手里掂量着说 大爷您再说一遍 于是大爷二话不说 柔软的身段 绕着钢管就捂了起来 另外呢 我又看到一个大爷啊 手里拿着一个剑 屏目凝神的耍太极 我着有兴致的看了一会儿 等到音乐结束之后啊 只见他慢拍的收工 睁开眼睛 盯着手中的剑柄 看了两秒 吼了一声 老子的剑啊 碰虎呢也是啊 见到一大爷 说大爷你在干嘛 大爷说我在沉思 碰虎说 大爷您在思考什么呀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呀 大爷说 我在想啊 这么好的天气 你个傻茶孩子 不去泡姑娘 跟我一老头 斗什么闷子 日一时吃啊 人家说这个早晨 是属于孩子们的 现在我觉得不是了 早晨呢 是属于爷爷奶奶们的 因为我们都在睡懒觉 今天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身边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啊 他们身上的糗事 来看大家怎么说啦 陆飞借下你的微笑呢 说堂哥一米八五大个 长得有些壮 他那个女朋友吧 一米五微胖 前两天领回家 早上呢领着女朋友 又要回去上班了 两个人手牵手啊 走向了小区大门 起得早早上有点雾 奶奶的眼睛又花 只见奶奶在三楼冲下喊道 宾宾啊 你大清早的拉个皮箱 要去哪啊 那谁要抱着 我就抱着一根柱子 油桶 油桶 金格斯尼玛说 去爬长城的时候呢 一对小情侣啊 趴在地上磕字 旁边祖孙俩啊 孩子大概三四岁 就问奶奶 奶奶他们为什么要磕字啊 奶奶瞅了一眼 长叹一声说 哎 这些都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人 刻在这儿 经过万人的践踏 这是在赎罪啊 孙子略有所懂 同情的看了情侣一眼 情侣顿时实话愣在那儿 继续刻也不是 不刻也不是啊 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 就是去哪里玩的时候呢 看有一片大家都在刻字 然后这个时候你特别后悔 为什么我出门的时候 不记得带个笔 或者带个刀呢 不过呢 在公共场所啊 尤其是旅游景点啊 大家呢 不要轻易的去刻字啊 杜绝这种漏血啊 因为以前呢 你说人们去哪玩 为了证明去哪玩 刻一个某某某到此一游 对吧 现在不需要了呀 你有朋友圈啊 就可以证明去哪玩过了呀 今朝呢 说我爷爷听新闻的时候 听到了头条两个字的时候 就问我 光知道粉条面条还有口条 这头条是啥吃的呀 这领弦怎么这么红啊 每次都演电影啊 一个老太太买了三袋卫生球 第二天她又来到商店里 说请给我六袋卫生球 店员呢很吃惊啊 她说你们家一定有很多蟑螂吧 老太太说是啊 我花一整天的时间 用昨天买的卫生球打蟑螂 可惜至今才打中了一只 知道蟑螂我之前在淘宝上 买过蟑螂笔啊 就是在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呢 就画一个圈再画一个圈 再画一个圈 然后蟑螂呢就经过它之后就会死掉 我总感觉到是画在我家地板上 就像是在画符照 F-E-I-L-I-X说 有一次一个大爷在公交上看到这个手机登QQ哈 登了好多次呢 他都没有登成功 我就忍不住说 大爷 您的QQ是刚申请的吗 他说没有 是我自己想的 他也说有一天我在饭店 看一老爷爷啊 吃完饭 买单要开发票 服务员小姐问抬头 只见老爷想了一下 抬起头看了看天花板呢 A说有一位大爷去银行取钱 直接走到了窗口 保安过来说暗号 他说啥 保安说暗号 大爷心想 不愧是大银行啊 取个钱 还有暗号啊 于是低声对保安说 天王盖地虎 保安当时特别无奈 于是呢就帮老爷子 按出了一张排队票 老爷子心想 吓死我了 居然被我蒙对了 流着眼泪 吃着肉呢说 早上我去银行存钱 前面一大爷呢 要办卡 归他妹妹苦口婆心的 帮他填单子 捉痛了近二十分钟 终于搞定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老爷爷说 你们给我这么大的卡 怎么插手机里啊 全场凌乱了 大爷 你这不是要人命吗 你说你是办手机卡好吗 小嘴乱亲呢 也说啊 一天我到银行办业务 看前面一位大爷正在办业务 刚开始办 突然大爷开口 问正在办业务的会员 说小伙子 咱这卡有积分吗 大爷用的是借记卡 不是信用卡呀 对啊 你当是购物卡呀 为什么男的叫大爷 女的叫大妈 感觉 辈分不对啊 我们家里呢 是四代同堂 我们节目组呢 是七个人同堂 这里呢 是球时博报 我是小彩 明天呢 就是重阳节了 重阳节呢 也是老人节哈 这一天 那我们就来分享 爷爷奶奶 还有老人老伙计 老伴 然后只见发生的一些穷事 继续播报道的是 莫丽峰暴走说 在饭桌上呢 奶奶啊 追忆往昔 说到这个洪水灾害的问题 对我爸说 你哥出生那年 发了好大的水 你还记得吧 我爸呢 点了点头 肯定的说 嗯 记得 嘿 你哥出生那年 究竟是谁脑子 记不住了呀 年龄越大 越容易忘事哈 我经过一个敬老院 那里有个老爷爷呢 就坐在门口 总是喊着 老太婆 老太婆快回来呀 我做饭给你吃 不知疲倦 就这么重复着啊 后来才知道 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可是即便是他痴呆了 还是没有忘记那个人 这真的是一个真爱呀 同样真爱的 还有一个老头子啊 天天的喊他的 这个老婆 老奶奶 喊宝贝宝贝哈 于是呢 记者呢 就去采访他 说 大爷 您都八十岁了 怎么还老是 喊老伴宝贝啊 请问您是怎么做的呀 大爷说 哎呦别提了 前几年就忘了 他叫啥名了 也不敢问 怕他弄死我呀 感觉说的挺心酸的啊 记者呢 又去采访了一位百岁的老人 说老人家 请问您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呀 老人说 不抽烟 不喝酒 记者呢 正认真的记着 隔壁传来吵骂声 老人家 您屋里是怎么回事啊 这老头说 哎呀 那是我爹 每次喝酒找不到烟 他就开始发火了 这位听友 他的昵称是一个笑脸哈 他说我在敬老院实习 新来一个92岁高龄的老奶奶 天天在屋里 看电视不出来 我们就问他怎么了 要出来活动玩游戏呀 天天待在屋子里 心情会不好的 结果老奶奶回答说 哎呦 我这年轻才40岁 才不跟那些 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玩呢 跟他们玩 我会变老的 对还有一次 无聊嘛 看一堆老爷老奶奶 在立交桥下打麻将嘛 结果呢 有一个老太太 就说对面的老头 你个小屁孩 打牌能不能快点啊 最后才知道 这老太太90岁了 那老头才60岁 还没他儿子的 命长就是嚣张啊 一小伙子呢 也跟一个老爷爷说啊 先生 我真希望明年 还能祝贺您 99岁生日 这老人就说了 小伙子 你这么年轻 身体又这么壮 活到明年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说好的换位思考嘛 据说还有个张老汉啊 住进了医院 儿女们都不来照顾 病友们就为他愤愤不平 张老汉就解释道 他们都忙着学法呢 病友不解的就问 那就更应该知道 赡养老人啊 张老汉苦笑道说 他们学的都是继承法呀 好酸的段子啊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孝敬自己身边的老人啊 真老爱老啊 其实很多朋友说 不知道从哪里做起来 其实我觉得教爸爸 或者爷爷奶奶玩手机 就可以是不是 他们说我老爷啊 被我教会玩手机 现在呢 他在他们那个老年大学里面啊 现在都已经成那个 就是手机老师了 一弄就叫上一帮的老人 玩手机玩特别有 当然还可以从这个 坐公交车上坐坐起啊 多厉不惨说 今天上半路上呢 我坐公交车 到了一站的时候 上来一老奶奶 语音立刻提示说 给老若病残孕 带小孩乘客让坐嘛 车厢前几排的三个人 准备起立站起 这个时候老奶奶说 有一个让就行了 闺女赶紧坐下 结果这闺女尴尬的说 哼我们都到站了 都到站了呀 那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嘛 看到一个老奶奶 站我旁边嘛 我就拉拉老奶奶 衣袖小声的说 您坐 可能这个老奶奶 她没听清楚嘛 就跟我说了一句 多好的闺女啊 可惜是个哑巴 说这个列车上呢 靠窗口面对面的 坐了一个青年 和一个老奶奶 那青年不停的 嚼着口香糖 有时候呢 看着窗外 有时候看着老太太 过了一会儿 老太太对青年说 小伙子啊 你最好不要跟我教她 我耳朵听不见 一路上你说个不停 真的我一句都没听清楚 你说的是什么 张天辉呢说 我在公交车上啊 旁边上来一个阿姨 我在一旁听段子来了 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机响了 这个时候阿姨 打开包就开始找 竟然拿出一个遥控器 我都惊呆了 这个阿姨按了几下 又自言自语的 也不知道遥控器 修的好不 顺势又放到了包里啊 悠悠呢说 下班挤公交车 上车就被挤到一个 老弱冰残运的专座旁边 一个大妈坐着 突然一惊惧铃声 大妈随机饭包 掏出iPhone4 滑条接听 正奇怪 大妈解锁键怎么在上面 大妈喊开了 什么听不见 这个时候旁边妹妹 看着大妈手机是拿到了 好心开口 大妈到了 大妈急忙对电话吼道 到了到了 我下车再说啊 小鸡医生说 车上有个大伯 貌似打电话给114问道 饭室的派出所电话是多少 停顿了几秒钟 饭睡的饭 城市的事 再停顿几秒 饭呐 饭睡的饭 城市的事 突然大声喊起来 饭呐 毛主席饭睡的饭 城市的事 然后我懂了 万岁的万难啊 小朋友说 今天坐公交车 一大叔问我 小姑娘这么晚等公交车 男朋友没来接吗 我说我没有男朋友啊 谁知道大叔来了一句 再臭也要谈恋爱啊 直交呢 说一个女神 坐公交车 遇到一老太太 很和善的就跟她聊天 此后经常在车上遇见 后来就相互留了电话和QQ 后来她恋爱了 就再也没遇到这个老人了 婚礼现场 警察 原来是婆婆 老太太指着儿子说 我坐了多少趟公交 才找到我喜欢的儿媳妇 你敢带她不好 我就打死你 这是一个多么温情的故事啊 我终于知道 某些人为什么找不到对象了 她不像我呀 她不坐公交车 自己开车 当然了 还有老人骑自行车啊 子不语说一天过马路 看到一个老大爷 骑着自行车 车窗框里啊 自行车没有车窗 车框里呢 放着一只狗 我就问大爷 放条狗干嘛 大爷说 当喇叭呀 孤狼 萧玉说 我今天下班回去路上 看到一个老太太 在推车上坡 我上去帮忙 刚准备伸手 老太太直接来了一句 小伙子 我就这么一辆车了 别再抢 我直接无语了 这是被抢了几次呢 鄙视那些人呢 是我昨天还看到 一个老奶奶嘛 那么大年纪 还拉着一个架子车 在收垃圾嘛 我把平时不用的 这个化妆品 空盒子都给她了嘛 结果老奶奶 提个袋子又来了 一看我便笑着 掏出几根黄瓜 说姑娘 这是我自己种的 纯天然不刺激 我该笑哪儿该哭呢 今晚用了我的瓜 让你忘记那个她 话说一个姑娘呢 摆摊 摆地摊啊 喊着青仓大甩卖了 青仓大甩卖了 这时候过来一个 很朴素老头呢 就对这个 姑娘就说了 你是处女吗 那姑娘奇怪了 说关你什么事啊 老头说不是处女 我不要 这姑娘说你有病啊 这时候老头老伴来了 对老头说 买吧 是处理的 继续来分享大家留言啊 追于月走说 今天呢是姥姥姥爷的 结婚纪念日 晚上呢 我们家里亲戚啊 都来了 大家围在一起吃晚饭 姥姥呢 称性啊 就问姥爷说 你还记得咱俩 头一次处对象 去看的戏是什么吗 姥爷支支吾吾的 没答出来 本以为姥姥要挤对 她老糊涂之类的 没想到姥姥呢 直接就说道 你当然不记得了 那天啊 你光顾着 看我啦 毫无防备的 被秀了一脸呢 听有老石头子留言说 我问爷爷当年是怎么 跟奶奶认识的 我爷爷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说一个瞎子介绍的 小怪兽说 早上呢在楼下 看到一对老夫妻 老太太推着老头 是那种电动轮椅 然后走着走着 两个人不知道 怎么闹矛盾了 老头开着轮椅 自己跑了 剩下老太太 就在后面追追追 两条腿 毕竟追不上两个轮子 现在科技真发达 我那天还看 婴儿车都有电动的了 还有陆飞说呢 我妈有一次 做的炒饭不好吃 我就拿纸包着 给扔了垃圾桶了 我妈大发雷霆 问谁干的 结果我老爷承认了 我心想 果然老爷很宠我啊 后来去到垃圾的时候 发现垃圾桶里 还有一份 没用纸包起来的炒饭 原来是老爷扔的呀 有一次我姥姥说 停电了 把蜡烛点上 接着看电视啊 摘荔枝的时候呢 奶奶还跟我说 要留点叶子 我问为什么 奶奶说 要让荔枝以为 自己还在树上啊 这样就坏得慢了嘛 就跟那个香蕉的段子 有点壮啊 不过我之前看那个电影啊 什么电影啊 那个 王的女人 范冰冰演的那个 当时不是那个 杨贵妃嘛 吃了一只 就运来了一树啊 原来真的是 一树一树运来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就有朋友说 我老爷呢 爱养花儿 经常的给我加两盆 可是每次一盆 我妈就养死一盆 结果啊 我老爷呢 就摸着我的头 一阵联系说 孩子啊 跟老爷回去吧 照你妈这速度 下一个养死的 就是你啊 亲老爷 周夫人说 一朋友的亲戚 年龄有55岁的样子 有一天呢 跟他一起的大妈 坐电梯 来回坐了几次 他都没有说话 最后估计是忍不住了 来了一句 这个机器好奇怪啊 每次还要给我量一下身高 原来他以为电梯是量身高的 那我还经常觉得电梯是想穿越的呢 现在啊 重阳节 好像都没有登高的习俗了 传统了 好久没有登高了 因为我们家住的高层 天天都登高 尼诺元说 听到扫厕所大爷那个段子啊 我就想起了上学的时候 男生说大妈一扫难厕所 他们就得避开大妈去二楼 大妈还毫不扭捏的说 哎呦 我都这把年纪什么没见过 当然这不是重点 我们有个生物老师 是个白头发老爷爷 他们曾经就见过那个老爷爷 边接手边跟大妈聊天 大妈 你果然是见多识广啊 cause I can say every day spoken my mind had my say don't you try put that trip on me 子彼说 我一同学啊 到养老院学雷锋 带着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上厕所 大爷颤颤巍巍的解开裤子 对他说过来扶一下 这同学赶紧过去帮忙啊 事后大爷就教育同学 下次让你扶 你扶我就行了 那个我自己会扶啊 来这印象的时候 一天啊 我跟一大爷聊天 聊着聊着大爷跟我说 你说这人哪啊 得了病也不死 我说大爷啊 您什么病啊 大爷说 哎我得了高血压呀 我无语 他才一定要念我的呀 我等着呀 那我还得了中二病呢 季夫人说 我们村上死了一位老奶奶 九十高龄了 我那小侄子就问他爷爷 爷爷爷爷爷 那个奶奶为什么会死呀 他爷爷啥也没说 就回答他 因为奶奶老了 所以就死了 结果小侄子顺口就问 那爷爷 你也老了 怎么还没死呀 这爷爷差点被气过去 听有宋小天就说了 爷爷呢 不久前就去世了 爷爷生前最喜欢唱的歌 最喜欢的歌呢 就是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待送走爷爷之后呢 家人为了表达 对爷爷的爱 一直放着爷爷唱的这首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结果突然一股凉风吹过 哪儿不对 周鹏说 一天老爷爷拿着手机去修 修理员说 手机并没有坏 不需要修 这时候老爷爷 突然就哭了起来 为什么我的儿女 都不给我打电话呀 这个真的好心酸啊 所以没事 多给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老老爷打电话 他们拿着手机呢 就怕你打电话过去呢 当然了 如果想要长手 心态也很重要嘛 如果说他们不听段子来了 你就给他们讲段子 来了里面的笑话 给他们好吗 段子来了里面的笑话呢 所有的段子都有处处 和原作者或者推荐者啊 都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上面的推送当中 微信公众平台号码 大家呢 没有加了可以关注一下 欢迎关注哈 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 搜索财财 财是财房的财 搜索到之后呢 就可以每天收到 我的推送消息了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 饭懒不会推送 心态呢 看到这个子不语说 这个老爷爷呢 今年一百零二岁了 身子骨呢 仍然硬朗 一天晚饭之后呢 他边散播 边回忆着自己的一生 突然他脑袋 砰的一下 撞在一棵大树上 老爷爷非常的生气啊 正要抬脚踢树的时候 看到树上挂着一个牌子 古树名牧 国怀 101年 这老爷爷看到这个牌子之后 笑了笑说 看在我比你大一岁的份上 不和你计较了 所以说长寿的秘诀呢 就是 凡事少计较啊 最近呢 看到一个新闻啊 谁对谁错 我就不说了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 撑 相信你也看了 说公交车上呢 一个大妈 因为坐过站了嘛 她呢就堵在这个门口 不让别人下车 堵着车 然后一个男乘客呢 因为着急赶火车 一脚呢 就把这个老太太踢下车了 因为这个男乘客 还被判了这个刑拘哈 这个老太太 她有她的不对 但是你这个 踢人 你也有你的不对啊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呢 在这个社会上周边啊 都要多包容 多体谅 要讲理 讲理字啊 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新闻啊 可怜之人呢 他是必有可恨之处的 不过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相信啊 我们身边的这个 还是好人多啊 老人当中也是好人多的 至少你看我身边的这个 爷爷奶奶 老老爷 还有家里的其他的这个 姨婆呀 姨奶呀 都很善良的啊 相信你的家人也很好啊 人人都会变老的 你如何对待老人 就是如何对待明天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求是播 感觉跟上课一样 最后来看到 这个是 黎光旧事成说 才很久没有回去看爷爷奶奶了 昨天回去了 听爷爷说 他重阳节 以前的单位 组织过节呀 奶奶不在家呀 他呢要去看美女 哎呦 我一听 有美女啊 结果一去 陪爷爷一去 一群老太太呀 好啦在这里呢 就祝大家重阳节快乐啦 那今天求是播报 周二就到这里了 非常的感谢你的收听啊 还有很多像上期的 这个求是播报的 这个互动留言 我之后留在 段子来了的 这个互动版里面 慢慢和大家分享啊 不然又超长了啊 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好啦就是这样 感谢收听 再会啦 晚安 重阳节 不可以媚外 你自听到这首歌 就特别开心啊 还记得小时候啊 我姥姥家呢 农村啊 别人家的鸡呢 就放在姥姥家的院子里面 养了这么两天 那只母鸡下了一只蛋 当时呢 我姥姥 她把那只鸡蛋呢 就准备拿走 特别开心啊 占了一便宜 但是我姥姥就教育她啊 这是别人家的鸡 别人家鸡下的蛋呢 就应该归别人家的 不可以占这样的小便宜啊 所以段子呢 是你写的 你提供的 那我就要感谢一下 就怎么绕 要特别感谢 谢谢这期原创 和提供求是的朋友哈 除了节目当中读到的 还有没有读到的朋友 俗世奇才 没事爱发呆 王静雷 腐碎小 克罗斯梦 支交万灵路 压坏小资 毅然晴天 门外汉木子里 立可白 清歌赐你马 今朝请教我 四条眉毛 赵岩 王小海 我家的一眼 谢谢你们 也谢谢所有好朋友们 收听支持 专才点赞 好了 就这样了 晚安啦 我怎么听到挖掘机了 国考最热的职位 居然是人设部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起码退休时 自己的养老保险最有保障 哦 敌订阅 老保险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